3 2 1 开始 肉质买买提 复杂开机选择权 不够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交位 可以欠求 这边买买题也在看啊 黄一后面也有机会可以作为一个中代接力的选择 2号和黄一之间是互相有机会可以去接力 甚至于说K球啊 中代4号 高官上去再下来 再走看角度 整盘里边21互相是可以解决 但是还有一个5号球 目前看这个13号跟5号重叠的角度 这5号球很有可能 右下角不一定会够下的 那么后面还需要再调整 现在 现在能看到啊 5号跟13之间有一点点的小缝隙 但是这个小四够非够啊 角度还可以 这根球支持打黄一叫五啊 如果说5号左面中代是完全够下的 可以稍稍提高一点点干尾 打进之后呢 5号球左边中代较直 角度合适呢 可以顶一下13 右边还有6号球过度 这根6号球选择还是比较多 反塞留到13 14的封印中间啊 稍稍稍带一点右塞高杆 从下面走两枯出来 8号球交右边底带 对 现在满满提这边也是在两枯出来的线路 因为黑8号交右边向往底带还是比较开阔的 力量 还是大了啊 那么左边边枯 竟然能接下来 需要更多的 用攻击 流星上手 10号球稍稍有点点薄 左边有中外的9号 中外打击 11可以过渡 左下方13还可以进攻 最将可以横台 看角度来调整 14号跟12球 合适 中包管往前蹬一点点 就可以了 上方12号是带口球 不枪球停在这里 或者是往上稍稍较近一点点 也可以 8号球可以交同带 带一点点的左塞高杆 轻推 白球过 如果开球线即可 力度稍显大 看准度 第一局 刘新胜 比分 1-6 même 准确 好 以上 试 dividend 确定 厅 烝热 麒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局 流行开球 看14号有没有力量 右边中带本来有一颗花球 要近带的同时被另外一颗球撞走了 现在是买买题可以上手选球 上手10号右边上方底带是比较好选 整盘花色里边6号球右边的13号可以用11来衔接 左边还是一个9号球 11这盘里边的一个难点 有机会上手啊 前面一定要尽量的去把9号球解决掉 并且同时呢 有机会可以把2号球这边也带一下 这样黑8后面进攻的选择带口会比较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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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 那这样的话两边底带 9号及右边的12号角都没有问题 12号给先打掉 9号球角都稍稍有点薄 有这杆球可以的 看看38缝隙中间能不能看到9 如果能看到9还是好球 没问题可以看得到 那么下低杆上去叫11 然后11叫13 白球可以打完11 往屏幕的右边稍稍走一点点 就是轻推即可 然后打13自然向左 叫8就左边下方底带 很轻的力量去打 第二局肉质买买提升 比分1比1 好 abi 嘿 岸 米 米 辅 第三局 露宗卖媒体开秀 没问题 有球近代 满足四球过线 选球阶段上方右上角10号 左边5号 单双色的选择也不是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裁判 这个摆球值取掉之后的颜色就分布状况 从画面上来判断 两组球还是差不太多 花球稍微能好一点点 稍稍法尔利利用点滴杆坐两扩 这个位置加杆吧 很难去够 前面全人球身下有球 手架的位置有四号 打进的同时还利用滴杆 利用滴杆再弹回来 尽量地往屏幕的中台 中线附近去较 位置还是不错 较到九号球 并且这一杆是有机会可以利用中高杆 贴着黑板上去 把红三这边也是轻轻敲一下 这样的话 花球附近的进攻的位置啊 障碍也是慢慢清光了 可以开十四号九都大 现在不太合适打 打完之后白球容易呢 稍稍带一下十二号 十二号九都变难 可以后面再调整 争取十二号 也打左边中带 买买提应该还是在看 这八号球最后的选择带口 目前最为好打的带口 就是左下方的一个底带 但是现在十一打了 后面还需要再用其他球过渡 中带有两颗 如果说十二号跟十四都够下 现在可以打十三 避开对方的下方六号球啊 没问题啊 能看得到十二 十四都是有下 几区的低杆控制 十二叫十四 那六合适的角度去叫黑霸 八号右边的底带 六号还应该是有挡的 对 这边底带应该是不够下 直就是低杆 有角度就高杆弹音库再过来 插白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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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 肉质买买提升 比分 2比1 开球心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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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t 第四局 流行开球 这根开球流行明显是加大力量 有球近带 看看下方的 13 15 7号 9号 6号的这个情况 选择哪一组球 左边中带 打进之后 13交道 刚好从下往上 叫79这个位置 如果9号是够下 可以不用去顶 顶7就可以了 这边12号是不太够的 稍稍推一点点右赛 高杆 不算好 因为这颗球过去之后呢 是影响到了10号球的一个走位的方向 后面可能10号左边中带还是够 但是打10向上 叫12号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方向向右上方 叫12左上方的带口的时候 线路上有障碍 看流行这个调整 目前倒是可以选择一条 比如9号 然后左边中带 最后用15号球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打法 还有一个打法 在哪里面中带还是够下的 然后打到第二个打法 在哪里面中带还是够下来的 这边是可以选择 なので 10秒 延时 15号一定要留出角度 应该是向下 有机会可以从下面高杆的弹裤往上走 杆法不需要很高 这杆球还是有一点点偏直 如果用高杆的话 是不能用很高的 而且可以适当地带一些反赛 就是右赛 强行向上蹬 带球距离还是稍稍有点远 看准度 想要带一些滴杆 好久啊 非常准 第四局 刘先生 比分2比2 开球形态 转发 地双的 转发 转发 起来 酷 全 的 第五局 Rozman-MT開球 Rozman-MT这边是开球时机 Rozman-MT选择了继续进攻 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对手可以选择继续进攻 或者是重新开球 定颜色二号 中弹红三在过渡 中弹红三在过渡 只有大白红三在过渡 左边底带肯定有下的 整盘球最后较位的情况 5号是可以留下来打油边中带 向下最后较黑吧 左边下方底带 争取可以上手先把 1 4 7 6全打光 低杆控制 不用很大的力量 再来 这杆球角度稍稍有点显大 它有没有可能去轻轻地撞一下 这个球 这8号如果撞到的话 还会往下走 其实不是特别好 看这杆是顶一下 还是轻轻打B过 对 K开始对的 再打7上去叫6 6条5 5条8 5号就角度很关键 较直 或者一点点向下 过开球线 左菜稍微带一点点 对的 感谢观看 第五局刘先生 比分3比2 谢谢 感谢观看 第六局流行开修 依旧还是大力炸 但是这干呢是没有球进贷了 今天的比赛依旧是25局 13胜 现实140分钟的比赛 右上角13号 高杆尽量推过5号 弹起来看角度 角度支持呢 可以打14 教育杆12球 左边中带可以借7号力 这种中带呢 可以借稍微厚一点 然后发点力量 大概借7号球的三分之二位置 就是左边三分之二位置 让稍稍发尔力量 并且7号有机会 斜向的下来 看能不能 在9号附近这个位置 也产生一些效果 带是带到了 但是可以到了9号的一个薄边 左下方带口球 还可以传 看看力量怎么样 还可以传 9号12号 控制力量 低竿轻轻一点 好球 中带11 这个位置是不太好停白球的 看要不要用左下方的带口 这个球来叫一下11 打9的话可以打薄一点点 叫到屏幕的左边 打11右边中带 这杆球 稍稍力量有点轻啊 还需要用低竿横向来控制 最好效果 顶到4 或者在4号球下方 打黑把左边下方抵带 就不要从上面去绕了 这杆球如果强行去绕 还是挺难的 打抵带了 要看准度 没问题 非常准 打进黑把 三平了 第六局 肉质买买提升 3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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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感觉到虽然说前面双方有个3比3 然后青台也是比较多 榨青是各一盘 里边也有接青 但是在开球这个环节都不是很好 而且都在试图用比较大的力量去让自己不失机 进球看运气 然后实际情况下是这边买买题有一次 我们大家没有打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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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杆中长台 13号左下角 下地杆横向向右边走 好球啊 有机会打的话 左边中带10号有把握 可以先打掉 右边也有14号流角度 横向的向右边 有机会可以把15 也稍微带一下 这样的话15号球能够打活 左边有12号球过渡 这盘花色球局面就打开了 首先中带 推进留角度 打14 横向走 这个位置 能不能尽量去带15 最好能开到15的上半边 然后左边有12号球 看样子角度不合适啊 打11 尝试的可以把13 往上稍微带一下 没带到 带到9了 还能打 好球啊 解决问题 而且白球离库边 还稍稍有一点点风气 可以下杆法 左边12号现在可以进攻 看角度 正常高杆推过来 还是说要抬高杆尾 往上去蹬一点点 因为8号球离12号 还稍稍有点近 不行就推下 中带15 再过渡14 10秒 延时 这杆球 明显在打的时候 有点不自信 稍稍有点手紧 并且出高杆尾时 后手有些变化 可能本身就描得有点厚 红三角度比较直 第一个往后拉 直接可以尝试叫4号球 往上走的比较多 那较到这的话 这个R号球选择比较多 有机会可以K4 也有机会可以高杆下来 再调 9号球选择比较多 employees 柳星前面是一根好球啊 但是失误了 这样的话现在也是陷入被动 来看这根解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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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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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球 床台打进 第七局 肉责妹妹提升 比分4比3 好球 床台打进 第八局 刘勤开球 我们再来看刘勤的冲球 大力炸 白球掉带 上一盘本来应该是刘勤可以拿分的机会 但是左边一个底带没有打进 这盘白球又是开球之后呢 掉带 对于买买提来说 是非常好的扩大比分优势的机会 而且下一盘还是自己来炸球 中带二号 中高端往屏幕左上方蹬一点点 七号就要倒 角度感觉还是有点直啊 看能不能向屏幕的右下方来蹬 叫六号球的左边中带 因为右边这个中带13 这个位置是有点倒 太直了 并且现在这个位置上方六号球有点够 下方五号倒是可以进攻 这个位置打完五之后 一定要避开对方的14 尽量不要碰这两个球 14号跟9号 还是要打6 这是对的 不要留下上面单独一颗 最后还要再上去 有把握打进 可以低竿横向再弹出来 而且准度够 没有问题 8号球目前从画面上来判断 右边的底带是肯定有的 左边有可能也是有下 14并没有完全挡住 如果说黑八两侧底带都有下 后面只需要围绕着这几个球来做文章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处理下方的14 包括9号这个位置 还是想带一点点 但这杆球也可以出事了 肯定是想K的稍微正一点 这样的话5号可以进攻 8号球左边下方底带会更开阔 但因为距离远 干法没有控制好 也是出问题了 中带再推进 4号球一个反角 还需要打进之后呢 横向向屏幕右下方走 继续来叫舞 干法不能打低啊 用中高杆打进横向 在15号球下方 弹库边再起来 好球 转得非常好 高杆看能不能自然推进就交道啊 通过超强的准度啊 再把这个位置调整回来 第八局 肉质买卖提升 比分5比3 按摩 8号 第九局 Rose-Mai-Mai-T開球 开球时机 第二球开球时机 开球时机 我们能明显看得到 上方过线两颗球 有一颗球近带 我们前面有提过 过线进球属于两个球子 但是加上另外一颗 刚刚到三颗球 继续 所以说在我们四球过线的规则里边 还是少了一颗球 这样的话 留心上手 来看一下第一阶段 休息前的最后一排 能不能将比分 最后一分 变成一个4比5 单色黄衣 有角度高杆 弹回来 旗号可以叫同带 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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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要去提前考虑 8号球了 8号的位置 附近花色球是比较多的 很容易影响你后面 白球走位的一个线路 较到这儿都可以打7 6号角度是向下的 而且是有一点点薄 左边还有2号球 不打的话 就打2打6再打7 但是这么打的话 后面黑8还是个问题 非常明显的 右边中带 跟右下角底带 是被挡的 只能用带口的 红3来去调黑8 这也是个问题 这边看看7号球过渡 角度合适的话 尽量的向K8 或者是13这个位置 是最好的 能顶得到13 刚好滑下来 左边红3可以叫8号球 右边下往底带 没有去K 直接交位 右边中带没有 右边下往底带没有 这个位置 难叫啊 需要打红3 打右边打得比较厚 然后还有带一定的 左塞低杆 走两阔 直接钻缝隙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是够的 白球又在靠枯边 关键球 4比5 第九局 刘先生 比分4比5 关门站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 慢复一局 2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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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6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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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 比赛继续 第十局 流行开球 暂停结束 再回来看比赛 上半场第一阶段的话 在这个比分上是流心 4比5落后一分 如果说算上前面的一盘 流心左边有底带失误 那么能拿下的话 流心现在应该是5比4 反超一分 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一杆球 导致可能这一场比赛就会输掉 一上一场比赛 一上来 一上来流心立竿 可以球 没有可以到 左边 10号球还能进攻 但是出竿的位置要小心 不能碰到7号 这样是容易犯规的 10秒 10秒 再来 刮到薄边 13 还有角度 看能不能再来可以干 分钟是应该不太会尝试了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8号球以及6号球 是有所挡 感觉这13号角度 还是有一点点偏直 是有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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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后面这个边扣球是必须要靠准夺来拿下了 可以尝试先打边扣上的这颗球 然后下低杆回来 用左边中带再去调黑把 10秒 延时 没问题 再走 看角度 对 再推过来 再来个底带 太轻了 第十局 刘先生 比分5比5 开局形态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 第11局 Rose Mameti开球 双方再次打平 Rose Mameti这边也能看到 明显还是冲球环节 双方都不好 Rose Mameti从开球动作上能看到 Rose Mameti一直在尝试地找到最适合自己 并且大一扎球有球进的这种 技术上的动作 采判呢 在取掉摆球纸的这个时间 是不算到运动员的个人击球时间之内的 所以刚好是自己非常好的一个省局的时间 是不算到运动员的这种 定颜色单色 白球位置不算好 你看4号球是不是有单下 打了 打5号呢 可以把对方12号球挤走 留了一个10号终带 留了一个10号终带 好球 打5号终带 打5号终带 再走 角度向下 这位置合适 看这杆球 奔着红3来K 还是奔黄1K 好可以奔红3K 这样的话将戴口红3K走 这9号球 对 已经在量了 9号球也会有下 我后面有机会可以利用9号球 再将黄1也处理掉 没带到 干法不够低 左赛是差不多了 但是干法不够低 这个球再打下去的话 11号倒是可以再拼 我风险还是比较大 我风险还是比较大 还是没K好 9号这边还是没有下 现在这14呢 也是个小角度中带 白球想帮进 也是没帮进 好 这个按钮还是要尽量地去 打了吗 这球前面也是想的比较多 担心自己cape好之后 上面二号球挡着五号球 没法进攻了 所以说稳了一杆 但是买买体这杆 重新洗牌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为二号左门中带是没有了 现在 变成了一个打五号 然后二号球左下方去传带红 红三 还是没太快 没敢去用力 这中带的六号球还是有点薄 抬高杆尾 看这个架势有可能是要翻带了 二号又没有 又翻一个 这个按钮算是调回来了 二号边境有角度 推下 相反八号球底弹 第十一局 刘先生比分6比5 。 再来 谢谢观看 第十二局 零星开球 大地上有球技 上手选球 单色四二球是非常好选的 花色目前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攻球 选择四二球 上手可以再调七 感觉七这位置呢 黑八还是没有挡住进攻的线路 可以进攻 好球啊 发力打进左边中带有红三 二号 这个球因为二号球的右边中带是没有啊 看看会不会考虑先上手 来打二号球 然后打二下来 下面有一号跟六号 或者抬高杆尾 打进二号球 预留一个红三左上角底带这样的角度 还是要打三 带走 不错啊 基本上交到了双方几个球的位置 打五再往下走 二号球再过渡 而且黑八是在带口附近 打进二 下边一六啊 留一颗红去交八 黑八呢 也是在带口附近 这感觉 预留出来一定的角度就可以 高杆推 弹一颗上去 甚至于说低竿偷厚一点点 直接往上拉 都是没问题 排球还尽量的要过半台啊 走到上半台是最合适的 这样应该是能够领先两分了 第十二局 六心胜 比分7比5 开球请答应 对面 大红色的要求 大红色的要求 并且感觉 第十三集 热子买买体开球 开球有球技 并且这盘能看到单色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看上手能不能先选一颗单色球 美元提 右边中带四号球向下过度 争取一把下面的三五的可以先打掉 而且左边还有一个 中带下方的半铁库的七号球 整盘里的一个难度球 上来K 请不吝点赞 再来地杆向后 右边有中带 左边也有 而且地杆球 二号球刚好向上角度 可以轻轻顶下14 如果发力打的话 下低杆需要从上面去照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看这个二号打进之后 白球能不能正正地顶到14号 没问题 左边中带看角度 可以避开15 从左边边扣再弹下来 是最好的效果 轻推 过15即可 第十三局 肉质美买提升 比分6比7 开球请看 别用这种效果 一块 削 和 一起 这一块 第十四局 留情开球 留情这边还是大力在炸球 没有问题 有球技 白球也得稍稍靠上 上手定颜色还是有难度 十四是一个稍稍向下的反角球 感谢观看 打进K道 但是白球中途遇难 碰到了七号球 现在花色在进攻 也是没什么好打 你看对方放手 对方放手 这一根有运气球 十秒 三的一根薄球 再走过来 顶到九号 好球啊 这一根线路相当好 左边中带黄一 现在也是够打了 后面还可以利用六号球来去调整 再去单独叫一个七号球 右下角底带 一根薄球 三的一根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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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需要看一看准度 非常准的一个安 中代八号球再打进 可以将比分再次的搬平 第十四局 日子美卖体胜 比分7比7 谢谢 第十五局 肉质买买题开球 双方再一次打平 就滑球 十三打进 稍稍推一点左赛 较到开球线辅进打十四 角度合适继续蹬下来 实际可以叫同带 直的话推过来 实际叫反向中带 看来还是比较直 比赛时间也过半 十一 关键一杆过渡 三八分析中间可以叫十号 角度大之间往下蹬 屏幕下方的十五号球 九号球 都可以先去叫 再量了一个非常细腻的位置 打进十之后呢 停在十号球的屏幕的上方 左边有十五号球 而且不能往前或者往后 走过头 角了一个十二 非常稳妥 这样的话 下面三个球的这个难点 解开了 左边十五 右边九 最后来看九号球的角度 去调一个黑霸 抬高杆尾 下点滴杆往上蹬 又是一个 刘欣算上前面的左边底带的 那颗球十二号 这已经是第二次的一个 不太难的球出现了失误 的这次一会儿 给大家看 的这次的 感谢观看 留心的失误 看看买买体能不能抓住 二号球底带 台球再过来 七号还是有一点点角度 黄仪角度还是有点大 这两颗球选哪颗 都是需要再去调整一下 打黄仪的话 需要敌人上去再下来 打七也同样道理 横向的叫相反的中带 欢迎 十秒 延时 打七需要低端横向走 黄仪交右边中带 端午后 打七宗 打七宗 转变 打七 打七 打四 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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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绕八九缝隙还是打进 直接去叫右边中带都可以 不强求直接叫 很简单的一个打法 用来再推进 又反潮一分 第十五局 肉质买买提升 比分八比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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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句 留情开心 双方的比分也是交替的领先 前面留心落后 5比7 这边7比5 赢回来 现在又是一个买买题的8比7 但整场比赛里边 留心的 第一阶段 左边的12号球 不太难 还有刚才 右边的这个9号球 算是他整场比赛的里边 两个重大的失误 右下角留两颗 65 那么上方现在来看怎么样来去解决这个8号球 比如说你找机会去K进对方14 甚至于说将K8 也是K出来 不要停在右上角附近 这都是一种打法 这个安球 黄一就是有机会 这个安球可以说干法高 也可以说干法低 因为本身可以支持 直接K和从里边走两颗去勾 没办法 打6向上再勾度 高杆可以推两颗上去 PHS要求 对方 角度还可以 就是白球离库边稍稍有点近 这堆球可以尝试的打进之后 弹上方的顶库 然后从屏幕的右边再过来 叫到八球右边边库的缝隙里面去打 又是关键球 算上这个中央带三颗了 三颗不太难的球 看看买买踢 能不能再抓住流行这种机会 继续去扩大比分的连先优势 先防一干 这干球从右边边库可以去解红三 左下角抵带 两裤右下角 有运气 那黑巴 还能 找角度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机会翻带 是什么 是什么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口球可以打左边的包边啊 力量不需要很大 继续轻推 有向上的角度啊 可以再继续利用地杆10号跟黑霸啊 叫同一个底带 看这架是应该是有点直啊 直的话就推过去高感了 左边中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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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渡 總代想偷一點帶角 這個球確實是不好打 因為是比較直 打歪一點點 彈帶角就打不進了 總代打1K 12有的薄可以從左邊側身 從下往上打 下方的花色球裡邊 僅僅一顆9號球 屬於難度 這塊球小心不要連擊 出幹速度要稍微快一點 什麼樣子 5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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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反角七號球 這桿K還可以太正了 本人確實這桿球的角度上就比較難去K 現在這桿6還有機會 利用右塞去輕輕敲下四哈 如果說能剛好K出左燈中帶 這樣一個繼續進攻的角度 這盤球還是支持打光的 一定要看這個K球效果 不K的話就肯定是要鑽縫隙 走四把縫隙中間向去叫三 帶一下包邊出來 中帶沒有 只能打三 然後繼續打四 首先要看三號球準度怎麼樣 好 好 古萨没打击 打击 轻打打进即可 既然11号选择比较多 正常从左边边控上去 可以叫14 轻推右赛出来 可以叫13 叫到14 打进横向走 叫13 13叫8 不K 或者是大力K 不K是对的 四二球你碰一下 有可能后面还会出问题 第17局 刘先生 比分8 比9 第18局 刘青开球 4 是 4 3 第二阶段的最后一盘 我们是9居一个休息 暂停时间是10分钟 今天的比赛就还有三个时段 9点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12点半 以及下午晚一点 在下午的5点钟 分别有两个时间段有比赛 依旧是140分钟抢13的比赛 10秒 看这个关键二号 还是要勾一下午 看左边中带还是有下 并且这盘球里边 还是有7号球 需要一个细腻的较位 甚至于说有角度把14号球可以走 7号球会更好打 可可以可不可以 关键看你白球的位置 还是顶了一下 那么现在整局的单色球 全部已经打开了 局面 后面6号球还需要一个细腻的交位 交到屏幕的右边打左边的底带 下低端 叫中弹 稍稍有点多 而且有厚丝落 小心 出杆是不能碰对方球 没问题 并且有角度支持向下 带一点点的中低端 往屏幕的右下方来蹬 贴着13的右边过来 打进即可 这样应该是10比8 进入转停了 第18局 肉质买买提升 比分10比8 关键站点10分钟 10分钟味道 判斧一句 有点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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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